除了大家吃汤圆之外呢 因为今天傍晚气温就会急速的下降 那么台中市还举办一场免费吃羊肉炉的活动 让大家来冬令进步 现场可是满满的人潮都想等着要饱餐一顿 交给记者朱显明 带我们来关心显明 好 主播这些是冬至日的天气冷 所以说来碗热汤是最好 因此你可以看到有业者呢 提供了免费的2000份的羊肉炉给民众 你可以看到汤锅里头到处都是羊肉 豆皮还有金针菇的料是相当的丰富 而民众呢 拿来可以说吃的是一碗兼一碗 而后头呢 还有人排着 对 你可以看到呢 这位太太呢 她来带孩子一起来吃这个羊肉炉 我们在现场来问一下呢 她到底呢 拿到这个羊肉炉之后呢 她的感觉是怎么样 小姐 这羊肉炉为什么想要吃羊肉炉呢今天 因为今天要进步 东立进步 那今天羊肉怎么样 好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位小姐呢 拿了这一碗的羊肉炉呢 待会就要到旁边的来享用 而虽然说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不过呢 可以看到大家呢 还是排队人潮呢 非常的多 而你可以看到业者提供的羊肉炉呢 更是一锅接一锅 他们今天呢 总共是用掉了 几乎是上百公斤的羊肉 同时呢 两千多分的羊肉炉 你看又有新的一锅堆了上来 里头全部都是羊肉 带皮了 而且还有豆皮 也让了这边的民众呢 大家是大快赌 他们是不是感觉呢 东立进步相当的对时机 主播 好 来看到东立进步啊 真的是应该 因为今天的傍晚开始呢 стен对我说我不追的 也会被逼URE下来 像你刚刚在里面